各位觀眾大家好,各位老師同學早晨 很歡迎大家收看我們的直播 今天這個活動是2022翠美科學比賽的網上簡介會 我們現在先播放2019年的精彩片段 讓我們可以多些觀眾進來 我們現在先播放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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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的片段是我們2019年十級以下的主題比賽 當時也是在科學館戶外廣場樓梯進行 今年也是 究竟今年會怎樣玩呢 一會兒簡介會會分兩部分 第一部分 我們的大會會再跟大家詳細講解 今年比賽的要求和規矩 而第二個部分 我們會有問答的環節 如果大家對於比賽有些事情不明白 想再問多些 就要在那個時候把握這個機會去問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網上簡介會 我們會在兩個平台做直播 一個是在香港科學館的YouTube頻道 另一個是我們用了一個網上會議的應用程式 叫做Cisco WebEx 你們如果想問問題的時候 如果你是在用YouTube的話 你可以用文字留言給我們 我們會代理和港姐發文 但如果不是 你很想親自跟港姐和主辦單位 親自問他們一些問題 建議大家轉用Cisco WebEx 你們可以開咪 甚至開鏡頭 去跟港姐有直接交流 我們都會把YouTube的連結 以及Cisco WebEx 網上會議的連結 都會放在描述箱欄 大家有需要 可以趁現在的時間 去轉換適合你用的平台 我們今天有三位主辦單位 分別是在我現在的 右邊是來自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的英語卿校長 大家早安 而中間是香港科技大學的劉培生博士 大家好 而最右邊是順德聯堯總會 糧球巨中學英佩慈校長 我現在會把時間交給他們 他會跟大家講解一下 今年比賽的詳情 時間交給大家 謝謝Kaley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在網上跟大家說聲早晨 其實我們很希望實體在科學館 這個演講廳和大家見面 不過有很多限制 我們在限制裏面做到最好 也是等於這個趣味科學比賽 所有的規則 擺了出來 可能對同學來說 去構想的時候 都是用一些限制 在限制裏面 我們就發揮我們的最好 大家可能在大家的屏幕上 都應該看到 趣味科學比賽2022簡介會 這個七考版 可以說是一個中國人的傳統智慧 小小的方塊、七塊 有不同的形狀 但是我們採用了 作為我們大會的所謂的 這個規號、這個logo 待會我會有少許解釋 回顧一下 趣味科學比賽 其實已經由1991年 一直我們舉行、舉辦 到今年2022年 大家計算一下 其實都是一個不短的日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憶 就是1991年 亦都是香港科學館 所謂開館的年份 同時也是現在我服務的單位 香港科技大學 其實是開校的同一年份 為何我要提到這件事呢 其實和現在我們最近 香港或者是我們中國所發生的事情 都有些關係 我想在座的老師同學都應該很容易記得 天公課堂 是不是 我們現在有三位中國的太空人 在這個太空站 已經舉行了兩課的天公課堂 這個天公課堂 其實大家都可能在不同的媒體 可以收到這個直播 第一次就在2021年 剛剛上一個月 12月9日 其實香港也有一間學校 有一些學同學可以參與 大家可能見到 就是這間中學的老師同學 可能更加印象深刻 為什麼我用最近這個天公課堂 去開始我們今天的簡介會呢 其實就是跟我們科學比賽的前言 為什麼有這個趣味科學比賽呢 其實都跟這個所謂太空的科學 和科技是有關係的 在座可能很多同學 在這個年份 1986年都不知道在哪裡 是不是 當年其實就是 我想是美國 是美國很領先的 在太空科技和科學的發展 但是正因為他們這個科技發展 他們要普及 不只是那幫頂尖的科學家 而是他們很希望 將這個科學的精神 能夠承傳到一些 所謂年輕的一代 所以在1986年 當他們有構想太空穿梭機 就不是一次過發射 可以來回地球和太空之間的時候 他們想鼓勵一些年輕的一代 特別是中學生去想多一點 如何激發他們科學的興趣 於是在美國就開始了 這個叫做Get Away Special Program 就是鼓勵中學生 用他們的創意想法 從他們所接觸的日常生活裡面 甚至在課堂裡面 學過一些科學的實驗 有沒有一些在沒有重力的狀態下 好像在太空的環境 沒有重力的狀態下 他們的結果又是怎樣 給我們有什麼新的啟示 於是美國其實不僅是美國本土 他們都是全球去掙扎 一些所謂中學生的意念 幸好在亞洲這邊 當時我們仍然都是在殖民地的年代 所以中國自己有一個 所謂China Get Away Special 就在中國有一個推行計劃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揮號就是長城 香港當時我們都要感謝 其實香港一些科學的學者 因為很多他們留學美國 就把這個概念帶回來香港 香港雖然是 但是香港仍然都有自己 一個Get Away Special Program 大家看到這裡 就很明顯是維港一些 建築物的象徵 所以在那個時候開始 其實在香港 我們想用這個穿梭機實驗計劃的競賽 就鼓勵我們自己本土香港自己的同學 去促進他們對科學實驗的興趣 我們也希望普及太空科學 太空科學對我們來說 其實很吸引 因為我們看不到 又很大 所以在這裡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就讓我們發揮我們的創意 很大的空間讓我們發揮我們的意念 然後去嘗試 整個計劃 我們就很希望將這件事去推廣給我們 所謂年輕的一代 而且就讓我們同學都看得到 香港是小的 但是香港其實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到 不是因為我們小的 去鼓勵我們這些同學 在科學的精神和探究上面 是再做多些的 當年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香港學者協會 香港素理學教育學會 香港中學校長會 其實這幾個主辦機構 大家也會看到 是這個科學比賽 是一個骨幹的協辦機構 我給大家看看 就是當年有三個優秀的方案 第一個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懂 我讀給大家聽 油滴與水滴混合的實驗 簡單來說 這就是所謂 究竟是水滴混合的 是否能混合的 混合不合的時候 結果會是怎樣 是一個沒有重力的狀態下 第二個 揭出的方案就是 研究這個膠體 在太空中的特性 第三個就是 揭缺的呼吸 又有生物性的東西 因為時間關係 我只是簡單 將後來最優勝的 第一個 這個油滴與水滴混合的實驗 在大家的屏幕的右邊 其實這些是 當時的同學估計的預測 其實他想得很仔細 這個實驗 其實我們把這些優秀作品 帶到北京 然後做一個全國的評選 其實後來結果 這位黎力偉同學 那個作品 就是獲得了一個優勝獎 而他的設計 因為香港真的沒有這個 所謂的支援 所以在中國裏面的太空實驗室 或者是航天科技部 當時他們比較資源 幫黎力偉同學 設計了一個 類似的 我們英文叫capsule 在一個組裝的裏面 把實驗放在這裡 然後就隨著 太空穿梭機 在1994年發現後 就上了太空去做實驗 整個前身為何要說呢 其實這個就是剛剛天工課堂 我在網上 卡了一個圖 就是講迫波的浮力 我們知道如果在地上 有重力的狀態 迫波一定浮在水面 你怎麼按下去 你拿走你的力 那波就彈回水面 對嗎 但如果在現在 這個太空站裏面做的實驗 你看到這個波 基本上就是浸在水裡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停留在這裡 就不受重力影響 所以在一個沒有重力的狀態 其實出來的結果 跟我們在地面上有重力的狀態 其實可以很大分別 整個航空事業 或者這個航空科技 科學的推進 我們都很相信 就是它能夠開展 很多種形式的科普活動 以及去培養 不單止是科技的 我想說的是太空科技的人才 而是促進我們的思維 去繼續令到 將我們在社會上 無論是本地的 無論是我們所謂的國家性的 甚至全球性的 其實我們都可以 向前再 向很大步的來推進 整個計劃 其實這個穿梭基計劃 是非常好的 亦都吸引到很多注意 它有沒有科學呢 有 它有沒有創意呢 有 它有沒有消脆味呢 也有 但是問題就是 它很難普及 因為 第一 貴 第二 你想想 只有多少個實驗 可以上太空做 以香港為例 都是一個 是不是 所以 如果繼續這樣做 其實資源是相當多的 我不是說沒有 現在都有 隨著神州5號、6號上太空 其實香港也有不少的學校 有參與他們的實驗 大家可能都知道 但如果作為一個經常性的比賽 就比較困難 正因為是這樣 剛才主辦的幾個單位 包括香港科學館 因為開館的時候 其中一個使命 就是要在香港 推進科學的普及教育 香港學者協會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數理學會 這些都是很想 在我們新一代 去推展更多 更普及的科學教育 於是 我們就想 有沒有一些東西 有了這些趣味 有了這些挑戰 可以發揮同學的創意 同時能夠很普及 普及其中一件事 不需要很多資源 不需要很多金錢 都仍然可以嘗試 所以就開始了 我們科學比賽這個項目了 而第一屆 正正在1991年 剛才我提過 剛剛其中一個就是 香港科學館 其中一個開館 一個很重點的活動 其實最後都吸引了很多媒體的報導 以及一直延續的 大家可能都在學校玩過 雞蛋撞地球 將雞蛋在某個高度放下來 雞蛋可以不辣 當然今天我們不會用 因為雞蛋也是我們很寶貴的食物 但是讓我們看到 用一些我們日常可以觸及到的項目 物質 只要我們有一些所謂難題 讓大家去挑戰大家的時候 大家有很多創意可以無限發揮 我們這個趣味科學比賽 正正希望在科學、普及、創意和趣味 這幾個方向去鼓勵我們的同學 回到為什麼我要說 七口版的我的廢號 其實七口版是一種智慧 大家可能同學都有玩過 七塊小小的不同的形狀 可以砌出數字 可以砌出不同的形態 動物形態 甚至是穿鳥也好 可以有不同的形態 甚至人的動作 他都可以做出來 正正就是我們在一個有限制的裡面 其實可以有很多無限的空間 其實我們可以去考慮 這個趣味科學比賽 我們希望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去鼓勵透過我們給出一個每一年的比賽題目 去發揮同學的好奇 你要想為什麼 行不行 可以這樣嗎 其實這些問題 就正正帶領我們去一些深入的研究 動腦 當然我們不用動腦的話 我們真的有何來有創意呢 是不是 何來有解決這個挑戰的方案呢 接著就是動手 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今天可能網上的資訊很多 很方便 我們按一個按鈕 就可以找到很多東西 但當我們看到實物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見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在網上的知識 和我們看到的實物 有時候會有一個落差 動手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單止腦裡 我們有一套計劃 我們嘗試可以把我們的計劃 按步就班 很具體的 把它演化成一個實體的方案 而這個實體方案 我們可以去嘗試 去測試 去驗證究竟它的有效 所以動手也很重要 最後就是剛才我剛提到的 要考證 做得出來行不行呢 可不可以達到的效果呢 達到效果之後 我們可不可以再改善呢 再改良 再做得好些呢 正正正正的 趣味科學比賽 就是這個情況 剛才在那條影片裡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動手 你看到一些很簡單的 這堂學放一些卡 可能用一條絲帶 去控制時間放卡 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它的創意 以及將這個創意 演化成為它一個的機械動作 去放一些卡 對吧 大家剛才在那條影片裡面 也看到一些 不是很成功的例子 有一個箱 放著小鈴就倒下去了 大家都猜到 這些它沒有什麼驗證過 然後就臨場發揮 當然效果也很難去保證 它們的質素了 所以在好奇、動腦、動手、考證這方面 我們就很希望在整個趣味科學比賽 同學可以透過每一年的題目去經歷 我們作為大會 當然我們也要考慮 我們怎樣令到比賽對同學來說 趣味性有高呢 其中一件事就是 我們每一年設的題目 還有就是我們給名字 由九一年開始到去年 大家看到我用的名字 基本上其實都挺有趣的 坦白說 例如說 我有一些武俠的元素 智琴北斗 或若在冤 大家如果有看 《寒龍十八掌》 這些武俠小說 可能你也有些印象 也有些詩意 雪泥輕道 有些人可以很有爆炸力 例如我們剛才的過關斬仗 和過關斬仗義 很有霸氣 我們就希望作為主辦機構 我們每一年都希望給一些題目 可以幫助同學 可以利用有限的資源 發揮無限的創意 大家在學校的環境 可以動手去做自己的設計 我們同時間去嚴正 到比賽那一天 就發揮大家的創意和所長 今年的題目叫做 《信流逆流》 這部分我會交給英校長 去幫大家講解一下 我們今年比賽的規矩 各位大家早晨 接下來我會講一講 今年2022年的比賽規矩 首先合辦的單位 分別有 香港學者協會 香港蘇利教育學會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也有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和香港科學館 這些全部都是合辦的單位 也感謝田嘉丙基金會 贊助我們比賽的獎項 說回今年比賽的目標 我們要製作一個器件 而那個器件可以 轉樓梯上或下 不同的組別 可能會有不同的要求 原則上我們要製造一個器件 上樓梯或下樓梯 再密 比賽的規則 首先第一 就是那個器件的動力來源 是不限的 簡單來說 你可以是用電的 亦都可以是不用電 用其他的動力是可以的 但是不可以直接 買一個器件回來 就這樣用 但是你要做一些適量的加工 加工之後 就不是一個直接使用 而那個器件 我們將會在我們科學館 戶外廣場上面有些樓梯級 如果你有一個報名表 你應該看到一張相片 就在樓梯級 我們會用上面數下來 是第一和第二段 第三段我們就不用了 原因是因為上面那兩段 我們就會比較一致 比較適量 測試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把器件 放在一個起尺區 起尺區是100cm x 100cm 一個方形 你可以當作1米 x 1米 我們那個器件 就不可以超過這個大小 即是說 其實你也看到那個器件 是有一個尺寸的限制 不過1米 x 1米 是很大的 對於一個器件來說 照計應該不會容易過界 當你啟動了器件之後 參賽者是不可以再觸碰器件 他就開始了 他就要沿樓梯上或下 去到載物 待會我會給大家看 將它去到目標區 這裏就給大家看一看 這裏就給大家看一看 我們那個樓梯 有些欄杆 這裏有一個尺寸 有277cm 我們就會把起尺區 定為樓梯的正中間 我們在那個位置 裡面有一個1米 x 1米 你可以看到這個圖 安排 每個參賽隊伍 會有兩次的測試機會 我們首先會看看 兩次的測試 哪一個成績是最好的 我們先計算成績 但如果有兩隊 或以上的隊伍 他們最佳成績都一樣的時候 我們才會看他第二次的成績 我們要去判斷高低 如果剛巧的 兩隊 他兩次的成績都相同的話 我們就會看看器件的重量 如果他較輕的那個 我們就會判斷優成 我們用這個原則 去分析高低 比賽一如以往 我們都會分析低年級組 和高年級組 低年級是中1至中3 或者初中組 高年級組是中4至中6 我們是高中組組 而高中組組和初組組 分別都會有一個 天公組和北斗組 而所謂天公組 所謂天公組 我們要運送的物品 就會少一點 它就會是一個圓形的交合 和一個乒乓波波 就這樣 就像這個 一個圓形的交合 再一個乒乓波波 我稍後會再講解 至於是北斗組 它就會有一個方形的交合 你看單張上面都有 一個類近方形的交合 就要運送七個乒乓波波 可以看看這個表 剛剛我說過 一個乒乓波和七乒乓波 分別是天公組和北斗組 如果是低年級組 的話 我們的安排 就是 它要是 起伺區 在樓梯的頂部 我們一共有14級樓梯 它就要由 14級樓梯的頂部 就是把剛才我說的交合和乒乓波 運送到下面 即是從上而下 但是如果是高年級組 那個難度就會提升 它就會從下而上 高年級組就要在下面 下個氣伺區 接著就是一路一路 運送上去 所以那個 我們叫做休止區 或者目標的地方 我們就會在上面 如果是高級組 再看看這個 這個 我們量了一些尺寸 首先 大家可以 zoom 看看這個交合 鏡頭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個圓形的交合 上面是可以放到一個 冰泵波 是有點虛位的 至於那個尺寸方面 其實單張上面也寫得很清楚 我們的冰泵波 就是4cm直徑 重量是2.7g 至於這個交合的 直徑大約6.5cm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就是我們天公組 那個器件 另外 如果在這裡 我們可以看看 就是那個北斗組 我們也是 冰泵波 不過今次 我們將會有7個 冰泵波 然後 它的闊度 這裡可以有13.7cm 大家可能都會問 去哪裡買到這些 冰泵波 或者去哪裡買到一些交合 我先說冰泵波 冰泵波 照計的差異比較小 而我們買的冰泵波 全部都是用一顆星的 即是那些練習級數的冰泵波 而我們給大家用的冰泵波 全部都是2.7g 即是我們都會跟足單張上面 用的尺寸和重量的要求 所以如果同學去買的話 你也可以看看 用這個尺寸和重量去考慮 一顆星和2.7g 至於如果去買這些交合的時候 其實坊間上面一些賣家品店 很多都可以賣 譬如我們圓形這個 如果你看看 它上面 即是我們比就比尺寸 但如果你買的時候 你應該會看到 它上面寫著 就是70ml 容量 70ml 容量 這種交合 我想都可以說 我們試過在日本城買到 我們試過在萬峰 都是買到的 都是這個牌子的交合 總之你的尺寸是對的 或者你看看它的容量 70ml 應該都不會搞錯 至於另外那一款 即是這個大小小的盒 它那個尺寸 有 我不讀出來 而它上面的盒 上面都會寫著 容量應該是400ml 都是在那些家品店 都會買到的 OK 好 可以放出來了 謝謝 好 接下來 講完我們這些 運載的物品之後 這裡再講 我們比賽的時候 我們每一組 我們就會給它 兩分鐘的時間 讓它去試一次測試 所以總共兩次測試 每次兩分鐘 如質上 以往經驗 應該都不會用完兩分鐘 但有時候 去到這麼多一個器件 都停下了 我們就可以去停 不過我都聲明 可能每一次最多最多是兩分鐘 剛剛也提及過 低年級組 是從上而下 由起始區到休止區 至於高年級組 就會由下而上 這裡 因為我們的比賽 是在戶外的樓梯 進行 所以你們應該需要留意 天氣 會不會影響到 你的器件運作 你也講 如果是一個 好的設計 應該是較為穩定 不應該那麼容易 受到一些外界的環境因素 去影響到 那就是一個 好的器件 一個好的設計 大家都可以從這個方面 去想想 還有很多年 有些參賽者都會問 可不可以用遙控 遙控器 又怎樣 我們的說法 全部都是這樣的 首先 如果你的器件 是連接遙控器的話 你的遙控器 都會是你器件的一部分 你的遙控器 都需要在樓梯 從上而下 或者從下而上 去進行 換句話說 所以你分離 你的遙控器 拿去第二道 去遙控的話 就應該不適合 比賽的規則 不符合 這裡剛才說過 有一張相片 或者我們用第一 和第二段的樓梯 我們就是這樣 可以看到 這個 如果是高班組 就從下而上 去到最後 就是我們計分的準則 原則上 我們有14級樓梯 所以 如果你的器件 是運送的載物 走光的話 最多就是14級 而我們計分 我們可以運送到多少個乒乓球 再乘以 你可以運送到多少級樓梯 一條乘數 所以如果天公組 本身只有一個乒乓球 最盡滿分 就是由 一級 兩級 三級到14級 如果去到14級 他就得到14分 所以滿分就是14分 至於北斗組 因為他有7個乒乓球 14級樓梯 一條很簡單的乘數 乘一乘 如果滿分 就是成功地把所有 7個乒乓球 運送到14級樓梯 所以滿分 將會是98分 剛才說的 如果我們分數是一樣的話 我們就會看第二次的測試 去做一個比較 如果兩次的分數 我們記錄到都是一樣的話 我們才會再看它的重量 有一個部分 都要留意的 就是我們譬如這個載物 載物應該就是放在你的器件上面 放在你的器件上面 而你的器件的任何部分 不可以超過BAMBO的最高點 即是你不可以把器件 整個盒子 把BAMBO、膠盒 放在器件裡面 這是不可以的 所以你要設計的時候 你的器件 就應該是把我們這個載物 放在最高點 另外 就是 不可以把器件的任何部分 觸碰到BAMBO 即是說你的器件 當然是可以觸碰到膠盒 但是不可以觸碰到BAMBO 接著就是 膠盒的內外 都不能夠加上任何固定的物料 什麼是固定的物料 如果你找一些物料 可以把膠盒 黏在你的器件上面 是不可以的 如果你的器件上面 是有一些裝置 用來掀緊它 吸收它 這樣 我們都會視之為一個固定的物料 這樣掀緊它 吸收它 這些也是不可以的 但是你在設計上 你可以 你考慮一下 你的器件上面一些物料 會不會是磨擦力不同 是會有一個不同的表現 這樣 你可以增加磨擦力 但就算增加了磨擦力也好 你的器件基本上 你放進去之後 不是一個固定的 有磨擦力 但不是固定的話 我們就容許 所以這裡再講 譬如說這些塗料 膠水 黏貼那些更加不行 因為那些就會破壞了 我們這個膠盒 影響到下一隊去進行比賽 這些更加不行 當然有些東西 我們未必是每次都寫得這麼明 不過有些原則 我想大家都要注意 就是任何危險的物品 我們就一定不容許 譬如有些爆炸性 或者腐蝕性 那些物料 都不用問 因為這些就危險 會傷害到器件 亦都可能會破壞到死周圍的環境 那些我們就一定不容許 至於其餘的 如果我們看單章裏面 是沒有違反到的話 似乎就應該可以 稍後都會有Q&A 還有如果有些事情 我們有些事情 即是我們Q&A有沒有澄清 有得如何 去到可以不可以的 我們就會 當日比賽的時候 現場我們會有個裁判 由裁判去決定 是否符合比賽的規則 但大家都是看著這些文字 去理解的 好 還有 這裡也會提提 我們當日比賽的時候 都希望同學能夠 交一個設計圖 因為事實上 我們會有一個最佳設計圖獎 設計圖上面 希望同學簡單地說 就是你的設計原理 交代清楚 我們都會讓裁判去評分 去頒發一個最佳設計圖獎 好 獎品 這裡是所有三菜隊伍 紀念品一份 另外我們會設有一等獎 二等獎 和三等獎 我們有四個組別 高低組 又有天空北斗 四個組別 每一個組別 都會有十二個 一等二等獎 一等二等獎 三等獎 十二個 另外我們剛才說過 會有一個最佳設計圖獎 看圖 另外會有一個最佳設計獎 不是看圖 就是看他的設計 看他的原理 還有一個最佳工藝獎 就是看他的工藝 看他的手工 金額 你可以看單章上面 都寫得很清楚 獎項分發的數目 都會和成績有些影響 舉個例 我們試過有些組別 可能他們的成績是有的 不過可能就不太理想 我們曾經試過 雖然我們很多個都參加 但我們一等獎 可能就只有一個 即未必是頒到四個 所以我們切就是這樣切 但有時候未必真的頒得到四個一等獎 也有些時候 因為一等獎的數目減少之後 我們會相應 可能會增加一些二等獎 也不太理想 這個就會到時 看看整體比賽的成績 再由裁判去做一個最終的決定 這個日期單章都寫得很清楚 就是3月5日星期六 在我們科學館外面的一個樓梯位置上 這裡亦都有一些時間 請低年班組和高年班組 分別在上午的時段 我們跟回9點半前 或者下午的高班組2點半前 一定要來報到 我們再安排比賽 希望同學也要留意 疫情方面可能會有急速發展 如果是這樣的話 大家也要留意網頁最新資訊的發佈 這裡是一月以往 我們也會有截止日期 在截止日期之前 把表格送交或郵寄去香港數理教育學會的地址 留意 以學校為單位的話 每間學校最多最多可以提名 就是低班組兩組 以及高班組兩組 至於兩組之中 需要不需要一定是 又要有天功又要有不斗 這個沒有限制 你可以低年班組兩組 你可以兩組天功 或者兩組不斗 或者各一都是可以的 高年班一樣 而且每位隊員只可以參加一隊 不可以說我一個同學 我們又進入A組又入B組 是不可以的 留意 稍後我們都會開放一個 給大家打上一些題目 或者稍後可以透過Webless 直接問也可以的 今天完結後 我們都會把一些常見的問題 綜合後 我們就會在網頁上發放 而評判 我們都會在學者協會 以往也是 學者協會 有些學者 有些科學家 或者是一些社會人士 我們都會出任一些評判 我們那個比賽 一直以來都是 裁判就會有一個最後的決定 既然裁判是一個最後的決定 所以我們就不會接受 事後的一些上訴 請大家見諒 好 我把時間給到大會那邊 謝謝 現在大家可以問問題 可以隨時在YouTube或Webless 留言 這裏 同學這裏的說法 我先覆述一個題目 如果在運送途中 就是掉了一些球 第五級又掉了一些球 其餘又完成 我們首先看看寫法 寫法 我們計分的時候 就是 就是Ii 運送物品 包括膠盒和乒乓球 需放置在最高點 測試期間 不能超過 不能碰撞 對不起 這是Ii 總分等於 留意一個字眼 就是 留在器件上的膠盒 我想大家要留意 留在器件上的膠盒 這個字很重要 在盒內 是有一個乒乓球的數目 所以是一個數目 即是我們那個膠盒 應該要留在器件上 一個數目 有多少個膠盒 就是多少個膠盒 再成為器件到哪一級的樓梯 所以不會分別去計算 有兩個膠盒就第五級 有兩個膠盒就第七級 我們不會分別去計算 所以是計算最後 這裡也補充一句 如果器件落到第十四級 當然最好 最簡單 如果對著十三跟十四級 特別まあ 大概是要以第三級 第五能及第六一00級 足夠的計算 就會 students 做 Vul Flug 就是近起点那一级 所以我想这个要呈现 是一条数目 最后一个数乘回楼梯级的数目 这里有第二条问题 一位同学可以同时参加天公和北斗组吗? 刚才我说过 同一个同学 只可以出现在一组 所以不可以两组都参加 而每一组的人 我们这些格子有限数 每一组最多两个同学 所以我们用组来做单位的时候 就是一间学校 两组高级组 两组低级组 而每一组里面 可以是最多两个人 当然最少可以一个人 都可以的 有个朋友问 每组人数是多少? 每组人数是两个人 最多两个人 每组人数是多少 最多就是两个人 可以一个人 我又再复述一个问题 固定一词 可以用磨擦力 但不可以夹住 如果用 弹簧 或者橡筋等等 施压增加磨擦力 算不算夹住呢? 固定纹料 所以我想我也是用那个字眼 如果你 固定一些橡筋 橡筋固定在底座上 而盒放上去 我的理解应该不是固定的 一个橡筋 用橡筋来增加磨擦力 但如果你是把橡筋 用来纏住这个盒 这个也很明显 如果橡筋是纏住这个盒 我的理解应该是一个固定 所以刚才同学已经写得很好的 它不可以夹住 应该是事实 但如果你说 如何施力 去 令到它增加磨擦力 你要留意一件事 一个叫做 施力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我们参赛者 是要把盒子放上去 你放上去就放上去 当然你放上去的时候 你可以用你的方法放上去 但问题就是 你放上去之后 你就要放手了 你说放上去之后 你有个装置夹住它就不行 但如果你放上去之后 基本上就是这样去比赛 其实就应该是可以的 而且那些东西你不可以 有个所谓黏力 即是那些东西不会脱落 如果你有些东西会脱落 黏到夹到 应该也是不行的 这个要留意 所以如果你就这样放上去 我的理解就应该不算夹住 然后好像有一条题目 这条比较长一点 让我先消化一下 根据计分的掌质 运送物品 是吗? 是 接着就包括那个胶盒 乒乓球 最高点 测试期间 汽件任何的部分 水平不高 乒乓球 这个是这样的 那么请问 如何判定 汽件是超过乒乓球呢?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例如我用一个平台 去承载膠盒 运载的过程中 发生一定的倾斜 这个平台的一边 就可能超过乒乓球 算不算犯规呢? 我想这样 如果你的器件 首先你平放的时候 是在器件的最高处 是不是? OK的 但是当你轻斜了的时候 如果你是斜得很紧要的时候 可能你的器件的其中一些部分 的确是可能会高过你那边乒乓球的最低点 但是我的理解就是这个应该会常见的 所以其实 第一样 我觉得你放在平的时候 一定是最高点 这个就没得争取了 但是你在那个过程之中 你纯粹是你平的时候不过 而它纯粹是打斜了之后 来到 导致到它的最高点 是高过乒乓球的最低点 这个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我们可以接受的 但是如果你说放上去之后 你放平本身也已经有东西高过的话 这个就不接受 刚才我举一个例子就是 比如一个大的瓦 一个小盒 你一放上去就已经过了 就算你平的时候都已经过了 那一定是不接受的 这个 刚才说过 但是如果你倾斜的话 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或者这个我想补充一点 刚才说倾斜那里 如果是一个设计的一部分 放在企刺区 没问题 整件的设计 移动的时候向斜 整件移动的时候向斜 如果你的设计器件 没有任何延伸 在一个运作的过程里面 没有东西伸出来 而超过Bandboard 这个高度 最高点 是OK的 但是如果你有延伸的一部分 突然间弹出来 例如说 你弹出来挡住它 在前面向下落 那这个有没有超过呢 这个很明显就是超过了 因为你一放平的时候 就已经超过了 这样就已经超过了 又有一个问题 运作期间 器件可否高于 那个 交合或者乒乓球 运作期间 我想这个问题 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 如果你平放的时候 不过 运作期间 你纯粹是倾斜 而导致到 是你水平的望的时候 过了的话 这个可以接受 但是你最后都会平均的 平均的时候五个 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中间 是特意有些东西弹出来 最后又收回 那就似乎不行了 因为你曾经弹过出来 我们就计 你弹出来的部分 会不会是 当你平均的时候 就已经高了呢 那我们就要看回 评判 当场的最后一个判断 刚才有一个问题 刚才有一个问题 进入了休止区之后 是否要自动停止运行 还是可以收到 刚才说过 你一开始了之后 你不能再触碰那个器件 所以你是不能去到 那个休止区 再触碰那个器件 去收回 不行的 如果你是离开了休止区 那我们就不会计成绩了 照计的休止区应该很大 照计就是 但是如果你停不了 如果你停不了 那你一直去去去 那你会离开休止区 就是这么大范围 你离开了 那我们就不计算了 但是正路呢 你应该是能够 它自动在休止区的程度 照计就是 乒乓球在最高点是整个比赛过程 还是只在起点 刚才我想是类似的问题 开始的时候一定 不用说了 一定是最高点 而在比赛过程之中 如果是因为 因为那个器件的傾斜 而导致到 譬如你的器件很长 很长的 你的盒子这么小 然后傾斜的时候 因为很长 那你就可能会有一些部分 是高过比赛波 那这个情况 刚才我都说过了 那我们是可以用它 但是前提是 当它平放的时候 你那些长的部分 都不会高过赛波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所以运送期间如果它没有变形 没有变形 那应该我们也很容易看到 从旁协助可以吗 我想这个理解就是 第一 它开始之后 你不可以再触碰它 这个不可以从旁华 第二个就是 我们比赛的人 是两个而已 两个而已 那不会有第三个的人 去帮它起始 或者帮它放 那些 那就是不行的 所以 你说之前的 可能有些支持的人 去帮忙 没有比赛 那我们不会理会的 但是去到比赛的时候 比如进入比赛的范围里面的时候 那我们就最多是两位同学 进入比赛的范围 按钢材的解答 器件最后不一定达到休止区 是 刚才说过了 器件它可能是走一级楼梯的 可能是走三级楼梯的 所以器件可能去不到休止区 那我们也会有一定的分数 去计算给它 那当然如果器件是去到 14级 就是休止区那里 它就会得到 一个较高的分数 那当然再乘回 就是它乒乓球的数目 如果器件原则上 就不应该解体 不应该解体 但是如果器件在比赛过程之中 是有些东西脱了出来 或者是怎样的时候 我想这个就要按 裁判到时的 决定 比如说它这个也是一个意外 它有少少东西脱了出来 是容许的 那就容许 它停留在那个器件上面 那你的器件都散了 没有了 那照计就应该不符合 但是散一些不散一些 那就真的要看裁判 到时的最终的决定 那接着有个问题就是 就是想问 完成品的大小和重量会评分 刚才说过 先说大小 那你就不可以 是大个个起伺区的1米乘1米 是吧 照的1米乘1米乘1米 你很难超过得它 高度理论上没有限制 它长阔就有 但是高就没有限制 所以这个我们就要有个限制 我们不会评分 但是重量是有机会拿来去计分的 原因是什么 正路就 只是计算它的分数 就是多少级楼梯 多少个乒乓球 乘一乘条数 98就98 14就14 但是如果它第二次 如果同分的话 我们计算第二次 是不是 就是两次 计算第二次 如果 第一第二次都一样之后 我们才会计算它的重量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 决定哪个成绩好一点 我们就会用轻一点的作为优成 同一间学校 天公为一组 北斗为一组 决赛的时候 是否分开计一起计 它的意思是什么 不会是因为 是分开计 因为天公是一组 北斗是另外一组 所以如果一组和我进了天公的决赛 那就是 和其他入决赛的组别去计算 同样理由 就是原则是为北斗那边 所以是分开计的 总之每一组是会有成绩的 例如我有A组 有B组 我不管它不斗定天公 总之A组会有A组的 例如一等二等三等 或者是 没有掌 另一组也是这样去计算 看看 是不是在这里 运送过程中 汽件的转动部件 如车轮 可否高过那个胶盒 如果这样 汽件的汽件 我会理解是 你有延伸的部分 而那个延伸部分 你初初摆平方时 就不过 但在走路的时候 你会突出一些东西 而过 这样就应该不行 所以刚才我说 它不是变形 不是转动 而它平方时不过 那它就可以了 即是它怎样转 怎样动 照计它平方时不过 它因为倾斜而过 那我们可以给它 但是如果你转动也好 延伸也好 突出一些东西也好 又或者伸出一些东西也好 那你在过程中伸出一些东西 而过了 而那个过的方法 我们当它打平时 它是会过了 乒乓球的高度 应该是不行的 这个要大家留意 如果是天公组 由于只有一个乒乓球 中途跌了出来 一定是零分 所以一定是零分 因为乒乓球跌了出来之后 你一定不会留在教合里面 所以如果天公组 一跌就一定是零分 反而北斗组 到最后的时候 你跌一个就有六个 跌两个就有五个 所以可能会有 多少少不同的变化 可以做一个比较大的容器 放置比赛用的交合吗 我首先说 就不是不行的 不过那个限制就是 你一个容器 你会再将这个交合 放在你的容器上面 我的理解是这样 理论上是可以的 不过你要注意 你的容器 不可能高得过我们这个交合 不可能高得过我们这个交合 不可能高得过Bang Ball 你要注意一下 器件的最高点 在乒乓球的最低点 乒乓球最高点的中间 应该没问题 这个 总之它比乒乓球的最高点 怎么可以 我们会比赛前放一次 比赛后我们也会放一次 但原则上我们应该算比赛前的重量 不过有些时候 比赛后我们也会做一个纪录 如果以计分用 我们基本上要用比赛前的重量作为标准 超过了优子区才停 刚才说过 因为优子区很大的 比如说你落到那个平台之后 你再有下面的楼梯 如果你超过了优子区的话 一定是零分 但是你的设计应该要考虑 它要在优子区里面 是顺利停下来的 要停下来的 或者在这里补充一下 我不知道能不能放下来 大家如果认识科学馆外面的那条楼梯 所谓优子区 其实整条楼梯有三段 三段的中间有一个多平的 都多阔的位置 那就是我们的优子区 所以大家可能看到 我手上看到 这个位置 是一个很阔的平台 那就是优子区 所以我相信如果问这个问题的 老师或者同学 就不用太担心 乒乓球最低点一次 比较忧心 器件最高点 与乒乓球最高点 其实这个不用忧心 其实这个不用忧心 因为我们说的 我们比赛的时候 在这个起似区 是一个平面 那你的设计 如果把盒子 放在你的设计 就是盛在这个 我们给你的胶盒 我们一眼就已经看到 你的设计 有没有高过 冰冰球的最高点 这个是我们觉得很容易 因为你 你用一个 当这个 那你已经是见得到 其实 打平看 就已经看到 你是否超过最高点 所以我不太明白 这位同学或者老师 所谓的 忧心的地方是哪一样 我想这样吧 你再看一看 那个字眼吧 器件任何部分 的水平高度 不得超过乒乓球 我猜他可能 他觉得我们 不得超过乒乓球 究竟是乒乓球的最高点 还是最低点的意思 我这里 这么说 不得超过乒乓球的意思 应该拿乒乓球的最高点 行不行 我想这个 我们用最高点和最高点去算 超过乒乓球 就是提供选择 又或者是亲身拿着 如果器件 交合 乓乓球 都达到停止区 但小部分器件 剛才我提及過 例如你的器件是解體 如果是你那個 怎樣說呢 剛才我提及過 首先第一件事 首先解體我們有時都會無可避免 接受到 但是如果我一個器件 我先當它沒有解體 如果沒有解體 其實我們介乎第五級和第六級 我們怎樣算呢 我們算是最接近的一級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即是如果它不解體 如果不解體 我也算是最接近的一級 這個我們明白了 但如果它解體的話 譬如有一部分就在第三級 有一部分就在第十四級 那我怎樣算呢 我的理解就是它最接近的一級是在第三級 所以儘管它整個器件 大部分 連同冰冰波 連同交合 去到第十四級 但是因為它有一個部分在第三級 我們就會計算它最近的一個 沒有辦法了 我們就用三級 成為冰冰波的數量 這個已經高過任何時間都不能夠高過比音波 這個留給評判 不過他的任何部分水平高度不得超過比音球 他如果解了體 解了體 我想他都不想的 一定犯規 我看看他的評判最後怎樣 我們都會記錄完 最後給評判看 我就嘗試用科學角度去看 如果這個解體是你設計的一部分 我相信這個違規的機會很高 但剛才好像英校長提到 如果有些意外 在運行過程中有些小件飛出來 那些我們可以有著情考慮 因為不是你所謂計劃裡面 設計裡面的一部分 所以我相信可以有這個補充 使用另一個膠盒 在主的膠盒 因大級膠盒四邊 防止乒乓球畫出組件 留意一下我們好像寫了 就是你那個器件 是不得觸碰那個乒乓球的 所以你先看清楚 不得觸碰乒乓球 所以你用一個大一點的盒子 你希望萬一它掉了出來 都載著它 等它掉到我們的膠盒 那你就要考慮再考慮一下 那這個膠盒球 有沒有觸碰過你的所謂大一點的盒子 如果你觸碰到的話 就應該犯規了 郵寄可能因為有誤 不可以用電郵 剛才我這樣說 在我看的章程來說 不會接受這個電郵 除非事後有變 不過我想大家都要留意 我們的章程本身是這樣寫明的 至於我們應該算是郵寫日期還是寄到日期 應該是寄到日期 我們應該算是寄到日期 大家都要留意 我們都不是計郵寫日期 而且我們照樣給了一些時間 所以都呼籲大家及早準備 互猶疑責任 所以我想報名你早點準備 進入休止區之後 自動停止 還是可以手動停止 剛才說過 我們參賽者是不能再觸碰那個器件 直到他自己停下來 所以你不能用手動停止 他應該要自動去到停止 還有這個我想 大家如果現場來過 或者看那張照片都大約猜到 就是那個所謂休止區 真的很大 真的很大 所以正路來說 停得低在休止區的機會 是很高很高的 很高很高的 但這個可能到時 你可能現場來再試一試 比賽的規則來說 不可以手動停止 這是大家要注意的 怎樣 靠著第一級 怎樣叫做靠著第一級 你的起始區是平台 你在那一米乘一米裡面 而我們所謂第一級 已經下了一格 所以你任何部分 不應該超過那一米乘一米 所以你是不可能 碰第一級 你應該在平台上 那一米乘一米 我想他的意思是 可不可以有一部分出來 就用來卡住第一級 應該就不行了 因為你已經過了那個平台 過了一米乘一米的平台 冰冰球不得觸碰那個器件 萬一七個球中有一個 跌出來但是滾下去 完成了十四級 可否六成十四 如果你有一個滾出來 可能剛好他彈一下彈一下又彈回去 我理解就是那個冰冰球一定不計分 但是其他六個應該沒問題 同學問得好 他就說可以用六成十四 這個應該可以 有一個碰到 彈出來 彈一下彈一下 那個我們不計分 但是其他六個應該可以 查詢有關計分 天公組一個球 很容易理解 他寫了 跌出事件 看看 七個球比較難理解 其中一位講者提及 只計算最終運送的優子區 對 看回比賽規則 我剛才也強調 計算是 留在器件上的膠盒內 首先膠盒要留在器件裡面 而在膠盒內的乒乓球的數量 所以基本上這個 我們也是根據章程的文字去理解 應該是計算最終 在膠盒內 去到第幾級和幾個球 我們這樣成出來 所以一定是要計算到 不一定是去到優子區 剛才我說過 計分 停在哪一級 所以不一定是去優子區 他可能是去到第五級 我們就用五級乘七個球 或者去到第九級 有五個球 就是九級乘五個球 就是九五四十五分 我們是這樣計算的 弱器件在開始之後 可以把整個膠盒BIMBALL收起 到優子區 OK 剛才說過 何謂收起 你如果收起的過程之中 是有一些延伸的部分 而高度是比BIMBALL高的話 似乎就應該犯了規 所以你所謂收起 你放進去之後 他會坐下 你便有部分高於BIMBALL 不行 如果收起的意思是 有些東西延伸出來 包住他 那也是高於BIMBALL 所以也是不行的 這兩種方法 收起應該是不行的 如果器械BIMBALL盒 部分到優子區 其他部分未到 剛才說過 譬如他介乎第十三、十四級 我們計算他去到第十三級 如果他解了看 一部分在十二級 一部分在第十四 就是優子區 我們便計算他最近距離 就是十二級 用十二級 成為BIMBALL 在膠盒中的數量 可以固定一些有東西在器具前面嗎? 固定一些有東西在器具前面 是他自己設計的部分 我理解 再說一次 你要放這個膠盒 放這個膠盒在你的器具上 這個是放下去 不應該是完全固定的 但是如果你說 弄一些東西去佔住它 或者弄一些東西去令到它的磨擦力增加 佔住它、擋住它 都可以的 但是你要留意 就是你擋住它、佔住它 那些東西的高度 不可以比BIMBALL 這樣便可以的 但是如果我們到現場時候看的時候 你的東西就不是擋住它 不是佔住它 不是佔住它那麼簡單 而是夾住它 來到它是完全固定的話 那就不行了 我也是看回章程的文字 我們也是這樣理解的 或者我又補充一點 如果我理解這個題目 就是會不會同學覺得 當你放進去之後 你再可以用紙在這個周邊去填滿它 如果是這樣便不行的 因為我們的規程就是 我們給了你之後 你的動作只是把這個 的運送器件 直接放進去你的器件裡 就不可以再加其他工序了 不可以加工 而且你放進去的時候 如果你的做法是 你想固定它 如果你的目的 你想固定它 很明顯就不行 但是你那個目的 不是固定他的 而是當他去到一些 動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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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他吸油震動力 或者是吸震 或者是讓它 那個磨擦力增加 這種的設計 而它的膠盒 本身都可以在上面 有些移動 即是不是完全固定 這是可以的 但如果我去那個位置找些東西填滿它 找些紙也好 找些填充物填滿它 如果填充物填滿它的話 其實我的理解就已經固定了那個盒子 所以那個就應該違反了不能夠固定的規則 又是問計分 問計分是不是 天公組一個VN4 中途掉了出來 如果它本身都掉了出來 那個留在膠盒裡面的乒乓球一定是零 所以零成任何數都是零 它無論去到哪一級都是零分 所以留意天公組有天公組的難度 一掉出來就零分 北斗組有北斗組的難度 因為它多些乒乓球 亦都多些機會去榔榔榔 所以設計的時候 總之不同的組別會有不同的理料解決問題 我想補充一下 它說在第五級跌出 因為剛才說過 就是我們最終停留在膠盒裡面的數量 所以我再重申一下 總之一掉出來就一定不算 因為它的章程上面寫得很清楚 就是留在膠盒裡面的乒乓球的數量 所以無論第幾級跌出來 總之它掉了就是零 而零成任何數都是零 你要記住這件事 或者我這裡想補充 為何同學問 我們不會在第五級跌出來 幫你計算第五級的分數呢 大家不要忘記 現在這些問題 可能是集中了最後來計算分的方法 但整個所謂的比賽的挑戰 不是計算分 比賽的挑戰 你能否完成任務 而這個任務的完成 根據今年的設計 是一定要去到你的優子區 或者你的器件停留在這裡 仍然完成到 就是承載這些波 沒有掉出來的任務 所以大家要分清楚 誰是那個主角 那個最主要的任務 就不是斟酌了在計分的層次 我希望你們能夠從這個大陸的角度 去看今年的比賽的方向 好嗎 他再問一下 如果在平台上放一個圍欄 那圍欄是不能觸碰到膠盒 那會不會算固定呢 如果放了圍欄 你不能碰到膠盒 那應該不算固定 如果你的圍欄是碰到膠盒 還要看它是否固定地碰到 雖然碰到 但是它可能在運送過程之中 它可能又會移動一下移動一下 離開圍欄 又碰到膠盒 那一定不是固定 如果是這樣 夾緊它 那就一定固定了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你設計的時候 究竟你的圍欄是想它固定 還是讓它有一些空間去移動 如果你的目的 是一開始已經想著固定它 即是完全固定 那我想就不應該了 但是你說它放了你之後 它沒有那麼容易去移動 這個沒有那麼容易去移動 但是它不是完全固定 如果不是完全固定的話 那應該是可以的 或者我想補充一下 很多在固定這兩個字 就問了很多類似的問題 我在這裡舉個例 不知道是否看到我這裡 這裡有個膠盒 裡面有七個球 如果這個器件裡面 有個類似的膠盒 現在我當作這個 你把它壓下去 這個我們都視為固定 我想比較問題 但是如果你剛才 有位同學老師問 你弄一些圍欄在這裡 那個器件運行的時候 這個是沒有固定的 那我們是可以接受 又或者你運送期間 有任何東西 或者你的設計 或者你的設計 運行的時候 這樣 表面上是沒有接觸到那個波 但是你高過那個波 這是違規的 完全實在 是否只要我能夠垂直提起膠盒而不 看器件就合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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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應該是不行的 但如果你另一個器件或者另一個膠盒 其實它是比這個盒大 你大一點也好,你起碼大過 它在上面有一些輕度的一些動作 其實就一定不是固定 你從這個角度去再想一想 你就應該知道什麼可以,什麼不可以 如果有圍欄,圍欄頂財視最高點 何謂器件最高點 剛才這麼說,你的圍欄也是器件來的 總之你那個圍欄不可以比碰碰球高 你圍欄是可以的 你只要圍欄不是夾緊膠盒 假設不是夾緊,圍欄是有一定的高度 只要高度不比碰碰球的最高點 應該可以的 如果用一個大小的膠盒 放在上面也算是固定嗎 總之你是不是鬆動 對,看是不是鬆動 剛才說,如果一個膠盒 壓在另一個膠盒的時候 一定是固定的 但如果你的膠盒再大一點 你再把這個膠盒放上去 它是不固定的 那就可以了 這個膠盒就是四面有圍欄 我想都是同樣的原則 運行期間交換器件之間 能夠有相對運動就是合格 如果你的磨擦力很大 可以是沒有相對運動的 其實都是合格的 所以不一定說要有相對運動才會合格 還有就是 當你運送的時候 膠盒未必一定需要傾斜 你的設計好是不需要傾斜 對,我給大家提示 就是你如果設計的時候 你的膠盒其實是可以不用傾斜 這也是一個想法的方向 既然說到這裡 因為你要想一下 傾斜的時候 冰球會不會較為容易跌出來 這也是你的考慮點 考慮的地方 乒乓球和膠盒是否一定要由上而下放在器件上面 如果不是從上而下 就是塞進去 塞進去 就是塞進去 塞進去就有東西高 對 可以不是的 可以坑了進去 我不知道 我想像不到 怎樣可以不是從上而下 如果好像櫃桶一樣放進去 那一定會有高 櫃桶放進去 不就高過了 高過了 對 照樣不行 即櫃桶放進去又突然高一點 應該不行 我想像不到 總之 看回那個章程 那個器件出現了 我們才知道 對 但原則上 我直覺上看下去 應該都是從上而下放進去 行不行 你旁邊放進去 你便要考慮 你的器件不可以高過櫃桶 我只可以這樣回答你 或者再仔細一點 說一下怎樣放櫃桶 當日我們會 比如七個櫃桶 我們會這樣給你的 就是盒內有七個櫃桶 交給你 你接了之後 就將這個 放在你的器件裡 不是拿了七個櫃桶 逐個逐個放進去 不知道說得清楚 是這樣的狀態給你 你就用這樣的狀態 放進你的器件裡 報件高於櫃桶 但報件不會影響櫃桶 應該不可以 你的報件高於櫃桶 那就不行 就算你不影響也不行 總之我們計它 開始 起碼第一項 第一項一定要的 開始平放的時候 你任何部分都不能超過櫃桶 這個我想大家都清楚 就算你碰不到Bing Ball 或者你其他東西 有個裝飾物 都好 都是不行的 每屆比賽 主辦單位前 做出一個 即是現在給我們一個題目 可不可以 我們都做一個 成功的出來 首先 首先第一項要交代 就是我們從未試過 但是這個 我們幾年前都曾經答過這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我們去做一個 成功出來的時候 可能就局限了大家的思維 創意 大家就會跟著這個 好像有一個模特兒出來 去有一個作用 所以這個反而是對於 吹美科學比賽的創意 原意都違反了 所以這個 我們這麼多年都沒有 但是你說我們 私底下有沒有想過 有什麼方案去做 其實我們是有想過的 但當然這個 我們就不便去到 即是公開 就說我們怎麼想 或者我們怎麼做 原因都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不想 阻礙大家的創意 這個問題 貴筒 如果指 扣住膠盒旁邊 橫向的突出處 而不是高於乒乓球 首先你要說一件事 就是扣住的時候 是不是固定 是的 我理解你整句的時候 第一 你的扣住是不是固定 如果你的扣住是固定 就不行 但是如果你說 你那個 有個櫃筒 總之 又不高於乒乓球 其實任何器件 又不高於乒乓球 又不是扣住 我覺得 無論你怎樣設計 都可以 不扣住 即不是固定 而又不高於乒乓球 的最高點 應該就不違反了 主問單位能否表演如何 這個剛才我們都說過 我想這個就沒有什麼補充 我們不會進來一個表演 但是以往那麼多年去做的時候 我也很欣賞 每一年都有一些很有創意的同學 做了一些器件出來 也都很老實說 很坦白說 就是有些我們都沒有想過的 而那些我們很多時候 就會拿他出來 在一些適當的層面 給他做一個示範的示範 當場給我們看看 讓我們一起去看看 理解一下他背後怎樣想 怎樣設計 還有原理 那些 我覺得那個效果是非常好的 都已經做到這個表演的效果 我想這個就不需要主辦單位 刻意去做一個器件出來 去做這件事 我想我有一點補充 在這個層面 為什麼第一件事 我們是有一些所謂的意念 或者一些構想 去處理這個難題 其實第一件事 我們要認識 找到這個任務 最艱難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就是這個艱難的地方 用一個科學方法 怎樣去解決它 那這個就是一個歷程 一個思想的歷程 那為什麼我們不會 給一個所謂的模特兒出來 如果在座老師或者同學 可能你的心態都是 如果是這樣的 我就照顧 如果是這樣的 就像剛才英校這樣說 我們就好像是 其實規範了 同學的思維 那個空間 我們覺得這就不是 我們比賽想要的目的 我們反而會有些表演 就是什麼呢 我們會鼓勵同學 他們成功的例子 然後跟著 成功的意思 未必代表他拿了100分 完成所有任務 例如今次拿96分 或者98分 或者14分 而是我想跟我分享 他在處理這個挑戰的難題的時候 他的心路歷程 他試過多少次 他失敗過多少次 然後怎樣去改善 改良他們的作品 以至到 將他們的經驗 又或者一些難關 剛才我說了 這個挑戰的難題在哪裡 他們想了之後 他們怎樣去解決 我們為什麼特地在這個簡介會之前 放回2019年的影片呢 正正我們用回這條樓梯 就是我們今年的賽道 大家如果有留意看的時候 同學的設計 是真的很 我們英文叫diversify 是很多元化的 你看得到 其實每個同學背後的心思 去解決一個科學問題 可以有不同的途徑去解決 這個正正就是我們想要的 而透過後期那個演示 同學那個成功例子的演示 或者一些好的想法的演示 我們是促進 希望在同學之間 在這個科學的構想上面 是那個的交流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明白 我們為什麼要重新說回這些理念呢 正正我們是很想在這些理念裡面 繼續在我們下一代 我們的青少年的同學上面 是希望可以強化他們這些思維 好嗎 好 膠盒下面可不可以加的東西 例如一些圓柱狀的東西 剛才說過 你加的東西 不是固定它的 你加的東西 如果是增加它的磨擦力的話 那是可以的 還有加的東西 就不可以高過冰冰波的最高點 在那個盒中分三項 但不扣著乒乓扣 這個盒裡面你不可以加的東西 我再說一次 這個盒我們這樣給你 盒裡面就有七個冰冰波 那你就要把這個盒 連著那個冰冰波 放在你的器件上面 你的器件可以加很多東西 可以加一些圓柱 加一些膠墊 什麼都可以 橡筋都可以 只要你不是固定這個盒就可以了 所以你說盒中分三項 但不扣著乒乓扣 我的理解是 盒裡面的東西 你可以在那個 DBM波 你怎樣放上那個盒 你可以自己去到安排 但你不可以在裡面再加任何東西 你即是可以 可以把DBM波怎樣放都可以的 但一定是平放 DBM波一定是平放 但只要你分三項 分多少項 這裡我們不理你了 你放下去 就是開始了 微微斜邊V字形向上 令膠盒自然地流落在V形的最低點 算不算夾著它 不算 如果你的V字形 你這樣放下去 如果你不是夾著它的話 你就這樣放下去 應該是可以的 令到它沒有那麼容易 朗朗朗朗 等於你加了一個圍欄 這樣 這個可以的 這個一定是斜的 其實它應該是這樣 是的 即是它是斜的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 看看還有沒有 我們如果還有可以問到最後一條問題 如果還有可以問到最後一條問題 或者我們鼓勵大家如果有其他問題 歡迎大家 如果有其他問題 我們現在可以用E-mail 例如來到科學館 或者教聯會的網頁 我們就會再有一個FAQ 在今天選擇會之後 就會發放出來 我們就會不時更新 在同學或者老師問的問題 在我們的FAQ 好嗎 最後我反而想鼓勵 剛才問很多問題 都是在我們的腦海裡想到的 我反而鼓勵同學 你真的要去試 正如其中一個的重點 我們希望同學動手和去驗證 怎樣可以做到這個部分 就真的你要將你的意念 轉化成一個實體的設計 然後再用設計 在樓梯級裡面去嘗試 你就透過這樣的試驗 可以優化你的設計 所以我們最後很鼓勵 當你有經歷這些步驟的時候 有很多你自己問的問題 是容忍而解的 你自己會解答自己的問題 所以很鼓勵大家 真的積極去嘗試 好嗎 不是完全是方形的 不是完全方形的 可以 剛剛再仔細看見一件事 就是我們在單章上 我們在北斗組裡 有一個交合 我們看到其中一個 是13.7cm 我想稍後我們在網頁 可能要再給大家一個數字 因為這個不是完全一個方形 所以可能我們 有的 13.7cm 12.3cm 我們給了一隻 給了是不是 OK 不好意思 在圖上沒有 在圖上沒有 這個大家要注意 一個是13.7cm 一個是12.3cm 這個應該清楚 還有一個對大家都很重要 樓梯我們有三部份 即是左、中、右 其實賽道有六條 我們會選擇六條 換句話 大家來到是沒有選擇權的 不要說我是用這條賽道來測試 不好意思 到時輪到哪條賽道 或者評判叫你在哪條賽道做比賽 你就只能在那條賽道做比賽 所以有賽道的差異 大家在設計上都要考慮 好 我們今天網上簡介會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剛才我們看到還有一條問題 是關於問我們2019 翠美科學比賽的精華片段 其實除了2019 2020 2021 比賽 都放在科學館的YouTube頻道 大家都可以在YouTube 找到 而今天這個簡介會 其實我們都會 剪輯好 都會上載在科學館的YouTube頻道 大家都可以 還有問題 我們都會繼續收集 你留言給我們 或者好像剛剛Alpha所說的 或者可以在報名表裡 看到一個查詢的電郵 大家都可以用這些渠道 去問我們 我們都會收集 再放上去更新的Q&A 資料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很感謝大家參與 希望大家也很接受 我們的挑戰 去報名參加今年的比賽 還有什麼更新的詳情 我們都會在科學館的網頁 及Facebook 公佈 多謝大家參與 多謝三位講者 多謝